放羊羊的一天又开始咯 炎炎夏日 现在我们这里的温度都38度 这个时候朋友们你们都在干嘛呢 肯定很多人都在睡公调 像我们就不可能有家放咯 天天跟着杏山热得不得了 不过现在我放羊也是放得比较晚 一般都是两点半过后三点钟 有时候三点半再放 我们这里现在都是八点钟在天黑 最近家里都没什么菜吃了 羊羊羊吃草 我来搞点菜回去吃 薯笋 一下子的这么多了不 收货满满 这些都是刚长出来的 薯笋还比较嫩 看这种笋子 应该是由桂柳地区才有 蚊子带多了 炸点蜂油心间 真的是嗡嗡叫 炸点到耳朵边上 我得赶快拨完 然后去看羊 不想等下羊跑得找不到了 朋友们你们那里现在还有没有 蜀笋啊 我们当地这里这个时候很多 蜀笋 有那个大头笋 哎呀 反正好几处还有甜笋 还有就是这种 反正叫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应该有四五个品种 这个时候 我家就有三种 但是都没有工具药 全部被人家偷了 我爸妈不在家 然后都没有人去看 每年都被人家偷玩 我爸以前在山里送了好多 那个大头笋 就是这么大一个那种 那种拿来做那个笋看好好的 最近没什么菜吃了 然后说 搞点回去弄酸 泡酸笋 然后拿来炒鱼 然后炒那个辣椒青红色 很香饭的 全部还很嫩的 今天是7月23号 我已经有好久没有更新视频 就是这两天才开始更新 因为现在短视频很难做了 现在网上10个就有9个都是剧本来的 现在难做 没有搭蛋糕剧本 每天就是 记录这种热肠的话就没有流量 也没人看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看那些什么 离温 分手的 虾里长虾里短的 分分合合的 你们看现在网上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这种 比较活的 像我们这种不搞剧本的 是搞不下去的 没人看 很多人不喜欢看这种 所以现在我都很久才更新 所以网上的东西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带过于孝针 现在平台越来越难做了 大家为了搞流量也是拼了 没有办法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其实说网络也是跟上班一样 不同网络的朋友以为 就是这些在平台上发作品了 都以为这些人是游手好闲的 其实这也是一份工作 只是每个人的工作姓氏不一样 但是都是为了生活 瘟子好多 终于播完了 给你们看 这么多 以前老人家说的没错 一袋鼠笋三袋壳 真的很多壳的 走 还好我的羊跑不远 还在这里吃 走到这里都累了 休息一会等一下就收工了